大声朗读 小品文底线汤伟敬写的小品文底线2024 0610底线神的儿女生鲜士族底线 小品文底线汤伟敬写的小品文底线2024 0610底线神的儿女生鲜士族底线 中华民国113年 西元2024年6月10日星期一 神的儿女勇敢的生鲜士族使至成为世界之光 用道德勇气和生命的热情去点亮这个世界 让更多的人可以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可以在人间的天堂安身立命 汤伟敬亲笔写于 中华民国113年6月10日 星期一台北时间晚上6点59分 大声朗读 小品文底线汤伟敬写的小品文底线2024 0610底线神的儿女生鲜士族底线 小品文底线汤伟敬写的小品文底线2024 0610底线神的儿女生鲜士族底线 中华民国113年 西元2024年6月10日星期一 神的儿女勇敢的生鲜士族使至成为世界之光 用道德勇气和生命的热情去点亮这个世界 让更多的人可以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可以在人间的天堂安身立命 汤伟敬亲笔写于 中华民国113年6月10日 星期一台北时间晚上6点59分 大声朗读 小品文底线汤伟敬写的小品文底线2024 0610底线神的儿女生鲜士族底线 小品文底线汤伟敬写的小品文底线2024 0610底线神的儿女生鲜士族底线 中华民国113年 西元2024年6月10日星期一 神的儿女勇敢的生鲜士族使至成为世界之光 用道德勇气和生命的热情去点亮这个世界 让更多的人可以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可以在人间的天堂安身立命 汤伟敬亲笔写于 中华民国113年6月10日 星期一台北时间晚上6点59分 大声朗读 小品文底线汤伟敬写的小品文底线2024 0610底线神的儿女生鲜士族底线 小品文底线汤伟敬写的小品文底线2024 0610底线神的儿女生鲜士族底线 中华民国113年 西元2024年6月10日星期一 神的儿女勇敢的生鲜士族使至成为世界之光 用道德勇气和生命的热情去点亮这个世界 让更多的人可以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可以在人间的天堂安身立命 汤伟敬亲笔写于 中华民国113年6月10日 星期一台北时间晚上6点59分 中华民国113年3月4日 樹上代表了 士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松 17期間 写古 写体